第九百七十七集 到达十五个修为的境界 但是 现在每一尊都有突破 到达十五纪元的层次 如果一下彻底的突破 那么 立刻就会在纪元门中 掀起一场清风血雨 三个十五个纪元修为的高手 杀入纪元门中 方寒和方清雪 绝对抵挡不住 纪元门的弟子 起码都要死上一大片 甚至灭门 都有可能 就算是风白与羽黄等人 也都不是对手 几乎是三招两拾之间 就要被斩杀 压制 这一惊 方寒可是非同小可 不过 他自由主张 身躯以整个纪元门为中心 借助元界的力量 早就布置好了大阵 纪元门所有的高手 几乎在同一时刻 就接受到了他的意念 立刻 所有的高手都端坐在元界的身处 各个阵法之中 不停的催动阵法精髓 世界之术进行压制 鸿蒙殿上方 垂落下来了条条鸿蒙之气 师祖舍王 我已经把命运之力 灌入进入了你的身躯中 你就速速的把自身释放 给我们反馈下来更多的法力吧 方寒和方清雪同时移动 心灵居然凭借大命运术 和十足圣王的意志 合二为一 穿越了无穷无尽的阻案 进入到了一种未知的深处 他们的意念 似乎也进入了永生之门中 在意念穿越 凭借命运无阻的特性 方寒就看到了 一尊巨大的身躯 被封印在了条条永生之气 凝聚而成的锁链之中 每一条粗大的锁链 都是永生之气凝结 这永生之气的凝结方式 非常奇怪 福禄细小 每一片福禄之中 都蕴含三千大道 横河沙术一般的仙术 巫术 佛术 神术 兽术 似乎所有的纪元文明 都蕴含在永生的锁链之中 那锁链 每小小的一段 蕴含着永生之气 足可以毁天灭地 方寒都万万不可能 把永生之气凝结成这样 就算是先王都不能 高大的身躯 就这样被无数的锁链 围困在了一个神秘的未知虚空中 那些锁链不但锁住了他的形体 还锁住了他的思维 锁住了他的法力和元气 而现在 方寒的一年 携带命运之力 从遥远的戒上戒 传递进入其中的时候 那些锁链 感觉到了命运之气 纷纷颤抖起来 似乎要消融 要破灭 刹那之间 那段高大的身躯 就开始叫了起来 没有错 方寒 速速运用力量 把我从其中解救出来吧 你们的命运之力 不可能斩断所有的枷锁 但是却可以使我 得到一些缓和的余地 使我能够从其中 传递出来更多的力量 那高大的身躯 正是十足圣王的身体 不知道高大多少亿万里 手掌一挥 可以覆盖无穷的世界和卫面 土西之间 无数的光亮 凝聚成的日月 吹气之间 就是宇宙风暴 横扫过去未来 十足圣王的身躯 纯粹是紫色 紫荆一般浩瀚 明镜 纯粹 带着无上的尊贵气息 面色也是威严 是与生俱来的帝王 苍天大地 都要沉浮在他的脚下 这 就是无上先王的修为 最少 都是二十个机缘之上 如果真正的从永生之门中出来 这十足圣王只怕只一手 就完完全全的 能够把方寒和方清雪 还有整个机缘门 全部都捏死 没有任何的悬念 太强大了 先王 这就是先王的力量 但是 现在 先王被困锁在了永生之门的一处未知空间中 根本不能够出来 只能够传递出来自己的意志 苟言残喘 十足圣王 我们施展大命运术 启托你身上的枷锁 不是不可以 但是 你必须先要反馈力量过来 在这一刻 方寒和方清雪联手 一知命运都坚不可摧 那命运之力 环绕着身躯 迟迟不落下去 融化锁链 好 我再度反馈给你们力量 十足圣王的高大的身躯 在未知身处的锁链之中 一阵颤抖 突然 神躯上的一些锁链 齐齐都被崩坏 顿时 一股更加浩瀚的意志 隔空而来 使得整个纪元门都在颤抖 但是 这股意志 却并没有加持在方寒和方清雪的身躯上 却是突然一下 加持在了终结圣王手持的造化神器 大幅之上 造化神器大幅 突然 上面闪亮起来了紫色 鬼斧神功 一重而起 终结圣王大吼一声 喷射出来一口鲜血 他被直接震伤 凤寒 小心 这十足圣王算计深刻 要暗算你们 借助你们的命运之力 使得他的真身 彻底从永生之门中提前出来 本来 终结圣王 以为自己炼化了造化神器大幅 但是 却没有料到 这幅被十足圣王的预养一引 立刻显现出来了本体 使得他身受重伤 大大 巨大的斧头 直接飞入了祭坛之中 落到了那三尊法身最为中央 那个代表着全圣时候 十足圣王中年人的手上 自然之福 今天 我就让你展现一下真实的力量 当年你斩断世界之处之后 寂寞得太久了 今天 我不会让你再寂寞 我们熊霸诸天的时候 到了 吃啦 这十足圣王的大幅掌握在法身手中 居然高高举起 对着方寒方清雪 就是义府劈来 嗡 整个纪元城 几乎被这义府震得差点粉碎 主持大阵的羽皇 风白雨 三大巫师 叶帝天君 任黄比这些高手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脸色苍白 眼冒金星 一口气喘息不过来 那些修为还浅薄的天君 比如刚刚晋升的星云宝宝 加兰 龙轩等人 都忍受不住 身躯乍开 遭到重重一击 找死 十足圣王 你居然敢暗算 你以为 我察觉不到你的意图吗 刹那之间 方寒似乎早就洞彻了十足圣王的阴谋 猛地站立起来 五指一张 手掌画为了洪荒祖龙之爪 狠狠地抓着过去 直接就抵挡住了造化神器大腐一击 当 造化神器大腐这一击之间 居然没有击破方寒的手掌 但是方寒和方清雪都感觉到 大腐上传出了一股犀利 把自己的命运之力一下吸走 传递进入了那永生之门 遥远的时空之中 咔嚓咔嚓 那永生之门中某个位置深处封锁的巨大身躯 上面的锁链纷纷断裂 十足圣王的身躯活动得更加厉害了 他的双眼一下睁开 每一只眼球发出来的光和热都比天际的大日要闪亮千百倍 密密密麻麻的瞳孔是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和外面 他的双眼都掌握一切 神 十足圣王的声音透射过遥远的时空 传递到达纪元城中 再次一幅劈下 方清雪和方寒联手打出来了最强一击 方寒的身躯上骨子 诸天神物全部都席卷了出来 洪流一般的滚滚前进 打在造化神奇大斧之上 居然把大斧就这样冻结在了空中 命运之力 操纵灵魂毁灭傀儡 方清雪反手打出来了大命运术 无数的命运之力 缠绕住了三大傀儡法身 十足圣王 我以为你会迟一些在发动你的阴谋 想不到这么快就发动了 耐心实在是太差了一些 我们又足够对付你的法门 是吗 我现在就把你们彻底镇压 炼化借助你们的命运之术 突破枷锁 你们现在已经死了 整个纪元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十足圣王的语气仿佛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他三尊发身 突然一下散开 居然直接化为了元气 和方清雪 方寒身躯上的命运之力结合 又是一阵噼里啪啦乱响 遥远的时空深处 传递出来锁链断裂的声音 十足圣王的枷锁又松了一些 能够发出来的威力更大了 只见在枷锁断裂的声音消失之后 一道通天柱式的紫色光芒 从空中轰击下来 全部都加持在了造化神奇大斧之上 三尊散开的法身和造化神奇大斧 团团旋转 再次凝聚成了形体 个个猛烈一阵 居然直接开始晋升到 十五个纪元的行为 不能够让他们晋升 恢复 否则的话 这纪元城中有大祸害 方寒神念一动 猛烈跳下来 整个身躯化为了一座纪元神阵 笼罩像造化神奇大斧 还有那三大晋升的法身 巨大神阵 携带诸天神物 无数古字 旋转之间 演化成了一个类似于永生之门的世界 庞大的永生之气 破空而来 居然也凝结成了一条条的锁链 和在永生之门中的锁链 一模一样 是在命运之力的加持之下 凝聚而成的 十足圣王 多谢你 让我窥视了永生之门的一些奥秘 就单单是这些秩序的枷锁 我就能够领悟到无上的玄奥道理 再度把你封锁 你灌注力量下来吧 让三大法身突破吧 突破到达十五个纪元 正好融入我的身躯中 使得我的力量 冲破十六个纪元的修为 方寒已经一切尽在掌握中了 方寒 你以为你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吗 却不知道我的十足之法 可以窃取你的命运 你越用纪元神阵炼化我 我的力量反而会越来越强大 因为你的命运之力 使得我的枷锁不停的断裂 你再这样和我战斗下去 只会自去灭亡 同时还要遭受到无穷无尽的痛苦 始祖圣王的三大化身 被方寒的纪元神阵包裹住 浑然不惧 这三大化身包裹在无穷无尽的精体神国中 不但没有丝毫损伤 反而越来越精神 那造化神器的大府 居然开始吸收纪元神力 一道道紫色光辉 越来越强烈 方寒和方清雪催动的命运之力 也被他最终吸收 传递到达遥远的时空之中 在永生之门永恒的位置深处 一股股枷锁断裂的声音 不停传递出来 简直是无敌无量 是始祖圣王 越来越自由的声音 触目惊心 任何人听到之后 几乎都要紧张的窒息 通天紫光 不停的从天降落 灌注在了造化神器大府上 这大府的威力 越来越强横 甚至是三大化身的力量 都彻底的开始蜕变 十五个机缘秀为的气息 荡漾在他们的身躯上 方寒 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机会 始祖圣王的威严 再次传递而来 没有任何生机 方寒在这墙里的危险中 丝毫不惧 脸色平静如常 好像在品茶 品一杯香茶似的回味 永生锁链 在他法力运用之下 再次有海洋一般的永生之气 顺移进入了机缘神阵中 大量凝结成的锁链 死死缠绕在三大化身 还有造化神器大府之上 那锁链 甚至还渗透进入了这些人和神器的身躯中 开始封锁他的元气 永生无量 活得永生 存在于世间 不朽不灭 不死不生 方寒的神阵催动之间 一股天音滚滚而下 不是他发出来的 而是那些永生之气锁链中 自然传递出来的音符 他这次经历过了十足圣王的一年 借助命运之力和先王的无敌神威 终于见识到了永生之门内部的一个细微的地方 开始领悟永生之门的真理 那永生的锁链 其中精密的结构 复杂的神力 诸多鲜熟 都令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启发 他眼前的修行之路 豁然开朗 几乎是触摸到了十六个纪元的边缘 修为每增加一个纪元 需要的不一定是元气和神物 而是自身的顿物 若是没有自身的顿物 再多的神物 也无法提升修为 当然 就算是顿物了 也需要元气 才能够锤炼补充 给我断裂 十足声王冷笑连连 长笑天波 大腹划破长空 断裂山河 方寒的锁链 纷纷都爆炸断裂 方寒丝毫不为所动 真身出现在了造化神器大腹之前 一掌劈出 掌劲居然和大腹锋芒 一模一样 他的手臂也变化成为了大腹的形体 让人觉得就是两尊造化神器在对拼 呜 又是一声震荡 随后连连波动 机缘神阵膨胀又缩小 一连进行的千百来次 方寒化身的大腹 和真正的造化神器大腹交锋 居然震得三大化身连连后退 你以为模拟出了我的大腹 就可以占到便宜 三生合一 十足声王再次把法力和意念传递下去 刹那之间 三大化身凝聚在了一起 化为神区 和十足圣王一模一样通体紫色 紫水晶一般 尊贵之气 扑面而来 几乎是由鬼神莫测这无量玄机 这神区真正守着大腹 演绎出来了鬼斧神功一般的武道 每一次披杀 都几乎要把机缘神阵撕裂 九九至尊 突然之间 一道线条 闯入了机缘神阵中 是方清雪和九九至尊神城 合二为一 化为必杀的一招 九九至尊杀到 轰击在了十足圣王的背后 十足圣王看也不看 手臂画了一个弧形 浑然天成 当空降落下来 准确的砍杀在了方清雪的必杀一击上 方清雪身躯一阵 被劈得还原成了真身 在空中连连翻滚 几乎定不住自己的身体 命运奥秘 他在翻滚之间 身体却保持了平衡 如神龙横空 一个漂浮 就稳定下来 再次打出来了大命运术 这一次他打出来的大命运术 却是混合了另外的三千大道 没错 他这一下击杀居然把三千大道 全部都施展了出来 以大命运术为首 其余的三千大道 凝聚成了一股洪流 一道剑光 一抹刀痕 一道天鬼 再次袭来 此时此刻 方清雪 简直就是刺客之王 一怒之下 血剑五步 杀新王 与殿堂之上 斩十祖圣王 与虚空之中 吃辣 一道长长的痕迹 出现在了十祖圣王 这神区的背后 紫色的血液 就如同喷泉一般 立即 从他的背后 流淌了出来 点目天君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露神机的 长天强患小说 永生 第九百七十七集 是由陈颂无声 为您